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东部时间现在是下午时间 首先我们看欧洲俄罗斯很明显 他现在已经开始放话 说莫斯科的袭击 美国俄罗斯的联邦安全部门 表示英国美国和乌克兰是音乐厅恐怖袭击的末会手 这是3月26号最新的俄罗斯联邦安全部门 明确指出的 所以毫无疑问 可以说是在做各种大战的铺垫 在这种情况下 法国国防部长以及法国武装部队部长称 他说我现在第一次不排除使用法律 允许部长和军备总代表所应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 如果在进度和生产期限方面有需要 则在必要时提出优先请购单 以及征调其他生产单位做军工生产 法国国防部长 这个勒科尔努在今天所有军队参谋长都在厂的一场 的一场史无前例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重要消息 意思什么意思 就是法国政府将命令法国国防工业 快速加快生产速度 以准备备战 说白了 以满足法国军队的需求 应对 确保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 这个法国有一个叫做军队规划 规划法 允许征用的范围 可以使人员库存和生产工具 以及可以用于军事装备的生产 他说陈寅说 正如我对你们所说 这不是优先选项 但我告诉你 你们它存在 说接下来的几周内 将会对某些军工制造企业施加最低库存水平限制 以便更快的生产 或者要求他们在面对需求时 优先考虑军事订单 这个尤其是啊 这个导弹 MBDA 在法国和意大利之间生产的远程 这个阿斯特防空导弹的交付时间 在部长看来太长了 说白了就是这个 就是加快生产 是啥 就是三板岛 然后呢 民用订单 往边站 然后优先考虑 军用的 并且把法国的这个军备需要生产的 要快速 因为一层一层往下压 就是军事的订单 优先 是不是 你不能再等了 包括各种原材料 你去买火药 化学 化工原料 是吧 买各种材料 原材料的时候 那就 包括那些原材料供应上 也得按照法国的这个法律 来提前提前供应 就可以插队嘛 说白了 所以你看这个 到这个时候 大家也 这个很多消息 都已经做到这个铺垫了 是吧 其实美国是早就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了 因为美国体量大 所以啊 他准备的比较早 现在法国啊 也意识到了 这是啊 这就是信号啊 阿尔先生 分享一下 你怎么看 我觉得啊 这个事情现在发展的越来越有意思了 因为你看 普京一开始 他就要往那个 乌克兰那边强行拉 结果呢 很有意思的是 ISIS居然不配合 直接把那个 第一视角的 就袭击者的第一视角视频给放出来 然后这下你看 路德尼有没有注意到 俄罗斯那边就突然之间就有 感觉有点懵了 就感觉就那么商量那么几天 然后好 现在普京也其实也没办法了 就直接霸王硬上弓 你知道吧 所以说 他这个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 就是 他硬是往那边拉 拉了以后 他的动作就会变形 然后呢 现在 现在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整个欧洲你看 美国也不发话 英国也不发话 这个 他这个经文里面提到了 那个美英 对吧 还有乌克兰 美国不发话 英国不发话 然后 然后法国这次 直接就是 中在前面 你看 你看 德国也不这么说话 因为 德国的这种工业 军工生产水平 比法国强 不知道太多 然后 法国就在那边 说 因为但是呢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法国他 这个在军工上面 他其实他东西又贵 成本又高 然后 产量也不足 这个也可以映射出来 之前什么澳大利亚 跟他买核钱 这个也不买法国的东西 因为实在太贵 然后那个 就 说白了就 所以说 你看就是 整个 但是呢 欧洲现在 大家都觉得 你法国要挑头 就让你挑头 对吧 然后让你过一把 这个 就这种 Leader的影 然后 所以我觉得 整个欧洲 大家就是说 你别看法国 他往前跳 然后 给人的一种感觉 就是 往前跳 然后 他的那个产量 也不足 然后 那个就是感觉 就是 临时赶鸭子上架 就开始 急急冲冲 备战这种感觉 但是其实 我个人是觉得 就是 欧洲各方面 都已经 其实我觉得 应该都已经 在加紧准备 然后 只是大家 不说而已 好的 路德 这个欧洲 这几个国家里 这个德国 他可能不能 是一个 好战分子的 形象出现 法国呢 一直 一直以来 都是给人 是很左 是吧 爱抛和平主义 那法国是 和平主义的 大本营 现在法国 都挑在前面 都要全面 就是 你看马克龙说的 要加入 乌克兰战争 等等 那是嘴巴上在说 实际上 现在 我们一直说 现在战争 打的就装备 你的装备 准备的怎么样 这才是真正 是看行动 所以 法国这里 行动已经开始了 即将开始 甚至我相信 他肯定都已经 备战了 绝对 也不是说 现在就 才开始备战 就是 可能就是 比如说 有个级别 一二三四 之前可能三级 备战 现在可能要进入 四级五级备战 再往下 很可能 就是那些 生产 民用的 都要全面 进入军工生产 所以 大家看 这个 整个的 这个 战争的阴影 实际上 是越来越 越来越大了 俄罗斯 俄罗斯 莫斯科的 这个恐怖袭击 说白了 背后 这个普京 他不仅仅 是要用这个 挑剔 对西方的 这个战争 还要在正义上 要占据 一个正义制高点 发动民意 全面发动起来 中共 中共整个的宣传 现在都是站在 俄罗斯这边 风向已经定了 几天下来 已经定了 这个定的风向 就是 美国英国 和乌克兰 是幕后的 黑手 就这意思 所以说 你 再怎么说 说什么事 ISIS 啥证据 他都不会管 因为他立场 决定了一切 然后并且关注了 霸王 是英上公 这啥是 说白了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他们知道 不能再拖 再拖 估计 等到 这个 西方国家 全面准备好的时候 估计 他们知道 他们一点机会都没有 所以他们 要打这个闪电战 就这意思 一般 邪恶国家 都是先下手为强 为啥 因为 他知道 这个 自由世界 他的这个体制 他属于民主体制 他不属于专制体制 反应速度 没这么快 在这个 对方还没有来得及 全面反应的时候 先建立 战场上的优势 这是他们要做的 结合今天 这个美国 这个巴尔地摩 船直接把墙给撞断 这是什么 敌火武功队 是很有可能的 过几天 说不定美国的 各种 各种袭击 都会随时来 都有可能 这都是 战争的一个前奏 你怎么看 阿尔先生 战的那个欧洲战场上面 你看 能打的 欧洲整个 那么多 你看那么多国家 他能打的 成规模的 就德法 还有 芬兰 对吧 还有瑞典 然后 他捏出来 就是说有战斗力的 成战斗体的 打国战状的 然后有这种 实战经验的 你看就 就这点 然后还有英国 对吧 然后 现在 所以说 这个来说 整个就感觉就是 欧洲其实是挺紧迫的 而且 对了 还有波兰 所以说 因为波兰那些 波兰地海那几个国家 量太小 然后又 之前呢 又都是苏联的那个 所以 这一次 武克兰已经顶了 那么长时间了 帮欧洲 已经 党在前面 已经党了 党了那么长时间 就说 所以说 这次 感觉 就 大家就是说 虽然说 目前来说 整个 在英国 整个百姓 老师 就普通 民众层面 没有这种很大的 这种感觉 战争要来 或是怎么样 大家都 日子都过得还行 就岁月静好 这种感觉 但是 其实 已经 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尤其是这一次 昨天 英国的那个 议会的那个报告 就是说 是 小瑞智 对吧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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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客公司 所以说 这个东西 那天让我感到 昨天让我感到很震惊的 就整个 一天 媒体都在滚动 播报 就是说 议会里面的一些 就是说 讨论的摘要等等之类的 然后 包括就是说 所有的媒体 包括电台 我上班提到 然后下班的时候 还在滚动播报 就是这种头条的摘要 都在 都在播报 所以说 这个东西 就让人感觉 就是说 激发就是全民 就整个英国的民众 就是说 这个东西 不是开玩笑的 就是说 现在整个 欧洲 整个 包括整个全世界 就 就真的就是 往战争的那个 就是说 整个步入战争状态 开始步入战争状态了 然后 你不要觉得 这种事情没有发生 就 这种事情都可以发生 在你身边 因为 马上英国也要进行大选了 然后 你每一个人的信息 都会被 都会被黑客 因为 因为现在 毕竟21世纪 已经步入那个 就是说 那个电子的时代 对吧 你就说 很多时候就提醒民众 就你不要以为怎么样 就是说你 因为你个人的信息 在欧洲人眼里 在西方人眼里 个人影子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 你选民登记的信息 包括每一个人 就是家庭 这个各方面的 全部都被 4000万 整个英国选 就说白了 就 整个英国的 所有选民的资料 基本全部被拿走 因为你说 4000万选民 你也可以 感觉得出 整个英国人口 才只有多少 对吧 然后 能够有 有投票 有投票资格的 有多少 这个很明显 一算就算得出来 所以说 这个事情 非常非常大 俄罗路的 这个英国的媒体 对于 这个昨天 这个事情 是不是也 也都在 全面的媒体 都在报道 这个中共 这个黑客 这个事情 对 都在 对 都在报道 因为 这个大家都 非常非常震惊 说 哇 不知不觉 因为这个东西 真的是不知不觉的 你不会知道的 因为你 你选民登记以后 然后你不知道 你也没有权利去查 说 我们的数据 那个被存在哪里 然后让你定期 让政府汇报 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 你可以有权利去要求 比如说 你公开那个税务 财报 你怎么用 但是你不可能 去说 要求说 那个 我选民的记录 我要求你政府 进行定期的 那个 叫什么 申报 或者是怎么样 对外公布 这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没有人会想到说 你这个东西 你都可以去 去黑掉 然后 而且给了 每个地方选 选举委 你的资料以后 然后大家都是 因为诚信社会 都相信说 给你保管就行了 对吧 你保管在政府 之前也没出岔子 然后现在 我没想到这个东西 你全部被弄走 全部被弄走了以后 然后可以 可想而知 你这些个人信息 被弄走以后 你可以干嘛 对不对 而且包括 登记这些信息 里面还有每个人的 社会安全保险 号码都有 所以这个事情 非常大 非常大 实际上非常大 并且也在持续发酵中 是吧 这个事情 对对 就是说持续发酵 现在等于就是说 原来 原来大家都以为 中国怎么样 就是说 只不过是 贸易上的纠纷 然后没想到 现在是 等于是说 要颠覆你整个国家 这个 这个是 我相信 每一大部分的 这个英国民众 都是 接受者 嗯 实际上 这个邪恶轴行国 这个东西 其实 接下来 可能就会随时出来了 邪恶轴行 就是 很可能 美国政府 就像当年 立根一样 直接 对中共 中俄一朝 邪恶轴行 这个概念 一定会立即推出来 一旦推出来 是吧 这个邪恶帝国 所以 就逼美国人 必须得选边站 包括啊 所有的这些中边 中间的国家 比如什么沙特这些 也要选边站 他必须得走到这一步 不走到这一步的话 说实话 这个对美国是很不利的 对西方自由世界 中共天天在打 打这个 说白了 就跟你缠绕战术 跟你缠到一起 让你脱不了身 是不是 然后再弄死你 玩阴的 是吧 玩完美犯罪 现在美国 其实看得很清楚了 各个地方 各个方面 都看得很清楚 中共 还在这里 拉拢美国的什么 投资 还继续去美国投资 去中共国投资 是不是 习还主动出面 你看 所以 邪恶就是这么邪恶 知道吧 这就是中共的邪恶的地方 俄罗斯呢 是比较直接 但是中共 这种 这种玩阴的是美国 更加要防的 好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 别忘了点赞分享 谢谢 阿倫先生 谢谢 各位观众感慨 再见